好 現在要跟各位分享一個很有趣的小技巧 就怎麼把這張照片做出一個那個邊角呢 有折進直底的這種感覺呢 牽入直中的感覺 那原圖是這邊 我從另外一張圖片 拷貝貼進來的 當然這些圖片都從網路上抓的 可是為我們練習或是做個範例 這樣就夠了 那你看我只用一個圖層 怎麼做呢 首先我把這個結果先刪掉 首先我把這個圖層置入 它縮小變成一個智慧型的物件 之後呢 複製這個智慧型的物件 把這個智慧型物件的原始圖層的眼睛關上 然後點這個複製的智慧型物件 再點正化這個圖層 之後我們選擇P 或者按這個鋼筆工具 我們要畫一個簡單的配置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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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住 你可以放大一下圖片 不要太大 大概大概那麼大就夠 按一下這個底型工具 我們要用一個斜式速度角的方式去畫出這個凹槽出來 選擇第一個比擎工具之後按住 Shift鍵不放 定位第一點 再來到右下角 定位第二點 你會發現 它會以四速度的角度 幫我抓到這個 在右下角應該在了這一點 四速度的對角點 所以這個被選中區塊的這個地方 相切的地方 是一個等邊的三角形 好 那我們再要圖片縮小 第二畫 第二畫畫出一個斜邊的 帶有一點斜邊的弧形 角度不要太大 大概是這樣 像我現在畫的這樣 這麼大就好 之後來到路徑 這是之前做的路徑 現在我要把它刪掉 因為已經沒有用了 再來到剛才製作好的路徑 你要給它一個名稱 並且儲存它 它預設是 你做了一個路徑 它會給一個名稱 叫做工作路徑 但是呢 你還要記得 在這個工作路徑的這個 小縮圖上 點兩下 儲存這個路徑 要給它 並且給它一個名稱 就是左下 好 就是左下 好 確定 它名稱 改了 而且這個路徑就被儲存起來了 好 我們選這個 左下 這個路徑 再按滑鼠的右鍵 選 製作選取範圍 好 新增 新增 選取範圍 一畫 離 完全 好了 之後呢 其實我現在 已經沒有在選這個路徑 因為它製作了一個選取的範圍 在選取 按選取 做反轉 或者你按 Shift Control 叫I鍵 做反轉 反轉選取之後 選擇橡皮擦封具 或者你按一下鍵盤上的一鍵 我放大來擦比較看得清楚 對這個 對這個 邊角的地方 左下的邊角 已經切掉了邊角 把它擦乾淨 那記得不要把它擦到傷害的圖片 好 插好了 Ctrl 0 回來 再按Ctrl Shift 加I鍵 之後我要 我要 把這個地方 圖片切進去的地方 再刪除掉 你怎麼做呢 這樣子一定很危險 因為不小心會刪到 影響到原始的圖片 或者是說刪不乾淨的 邊緣的範圍 那我就告訴你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Ctrl加D 取消選取 先對這個 先對這個圖層 按一下 Ctrl鍵 再按一下 左鍵 拿到這個檢視這個地方 下面有一個 從形狀新增參考線 我們按一下 我們看到 它在這個 長方點的 圖片的四邊都 都 形成了參考線 相對的參考線 有了這個參考線之後 你在Ctrl D取消選取 再選這個 左下這個路徑 之後呢 你再選這個 選擇這個 左下這個路徑 之後呢 你再選擇這個 舉行選取畫面工具 再來 選擇這個 與選取範圍相交 不 是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再拖出一個範圍 不 是相交 相交 選擇這個 相交之後 再按住LT鍵 拖出一個範圍 和 智慧已經參考線相應的範圍 就可以把這個 地方做一個乾淨的 取消選取 好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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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做個漸層 漸層 不要 不要讓它是全黑色 黑灰色就可以 或者是 50%的灰版 就是 顏色 RGB值都是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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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度的 50% 灰階的 色標 OK 這樣好 我覺得實在是 稍微有點 需要再按一點 所以我 我想差不多這樣會比較好 按確定 那之後呢 之後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有斜度的地方 一樣 選擇這個 鍵程工具 第一個鍵程工具 線性的鍵程 但是呢 因為這是一個斜式速度角下的一個 那個 一個 邊線 你要按住 Shift 才能畫出一個斜式速度角的鍵程 就這樣 在這個 大概是 取這個 取這個 這個位置 呈現一個 三角形的一個 位置 按住 Shift 畫到 一個 三角的位置 畫得不夠好 再一次 好 這樣就很完美 按 Ctrl D 取消選取 你看 我就做好了第一個 斜角的範圍 這樣 Ctrl 加 H 隱藏這個 智慧型的散烤線 如果 我做的不夠漂亮 因為 下面這個地方 那開口 稍微小一點 沒關係 再來 把參考線叫回來 Ctrl 加 H 之後呢 我們 複製這個 左下的這個 那個 刮痕 複製到 右上 你再按這個 入鏡 左下一下 然後呢 用 舉行 畫面選取工具 選擇 舉行畫面選取工具 之後按一下滑鼠的右鍵 選擇 變形選取範圍 之後再按 右鍵 垂直翻轉 再來 水平翻轉 翻轉 翻轉出一個 相對的 一個 鏡像的一個 畫線 我們把它移到右上 像這樣 要選一個 大概相對的位置 像這樣 你還可以用這個 方向鍵 上下左右鍵 做一個位置上的調整 選好以後呢 打勾 打勾以後 一樣要做出這個 右上方畫線的路徑 我們點這邊一下 來到路徑的 工具面板 點這個 圓圈 工作路徑 我們再點兩下 命名 右上 按確定 這樣兩邊的畫線都有 只要按住Ctrl 再點右上 路徑一下 馬上就會建立一個 選取的範圍 建立好這個選取的範圍 我們放大來看 一樣 這次一樣 用這個 去新畫面 尋取工具 選擇這個 相交之後 再按住LT鍵 才能把這個 中間的地方 去掉 只留下這個 邊角 一個 真正被畫出 空間的範圍 好 再使用現成工具 在 左下 我是從 上 下 往下刷 從 下往上刷 現在在 右上的部分 要從 右上往左下刷 這樣建立一個 三角形 這樣 刷下來 再刷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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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 完美 Ctrl 0 回來 Ctrl D 取消 選取 我發現這邊 少見一塊 沒有關係 我們再點這個 右上的這個 入鏡 Ctrl Shift 加I 選擇 反轉選取 再用橡皮擦 放大一點 把這個地方 擦掉 擦掉 Ctrl D 取消選取 好 這樣 我們就 完成了 這個 這次的這個 作品 這是一個小小的技巧 我們先隱藏一下 這下 智慧型的參考型號 Ctrl H 看這個更清楚 啊 對 那你如何再 上面再增加一層 相片的這個 邊口 外框的陰影呢 可以的 我們這個 這樣我們做一件事情 來到這個圖層 一樣 Ctrl 鍵 再按住這個圖層的拷貝 再來到 路徑 我們第一個先選左下 點一下 再按一下 右鍵 製作選取範圍 再選擇由選取範圍 減去 確定 減去的不是很漂亮 沒有關係 再來 右上 製作選取範圍 選取範圍 減去 確定 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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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来到图层 图层以后 Ctrl加J 复制这个图层 你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没有切线的图层 在这上面 我们再做音笔 角度 45 它的间距不能太大 大概就是这样 这样就好 不要展开了 你确定 你确定好了之后 我们再按下图层2 按下右键 选择点真话的图层钥匙 再插掉 受到影响的范围 在这里 我们开一下 这个 我们开一下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小心的插 像这样 你可以 可以先Shift的先按着 然后再 直接往左滑动 就可以做水平或垂直的 插足了 但这里的话 因为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是 45度角的阴影 所以靠45度角的地方 右上 也就是右上地方 就不会有阴影出现 那 我的分享完毕了 用这两个图层 麻烦我们最后 Ctrl1再合并起来 这就是 这个 插入图片的特效 分享给你 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大家